必须看,教你申请总值100亿的国民关怀援助金 哈喽,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郑冰燕 我国首相在3月27号宣布的2500亿令吉经济振兴配套 其中就包括了100亿令吉的国民关怀援助金 以发放给符合资格的人民 这次的国民关怀援助金只针对B40和M40的群体 到底什么是B40,什么是M40 谁可以申请,要如何拿钱 今天这个影片我会根据财政部的资料为您整理 第一,什么是B40 B40就是低收入群体 已婚人士月收入4000令吉以下 21岁以上的单身者月收入2000令吉以下 都属于B40群体 第二,什么是M40 M40就是中等收入群体 已婚人士月收入4000令吉至8000令吉 或者21岁以上的单身者月收入2000令吉至4000令吉者 都属于M40群体 第三,如何申请 只要你有报税或者曾经拿过人民援助金 就不需要申请 政府会自动汇款给你 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可以从4月1号开始 从以上的网站来查询 第四,总共可以拿多少几时发放 单身月收入2000令吉以下 总共可以获得800令吉 单身月收入2001至4000令吉者 总共可获得500令吉 家庭月收入4000令吉以下 总共可以获得1600令吉 家庭收入4001至8000令吉 总共可以获得1000令吉 第七,我是学生 学生可以申请吗 全职学生不可以申请 除非你半供半读 第八,我的情况很特殊 我有疑问该怎么办 你可以透过以上的这些电话号码 来跟他们沟通了解详情 希望以上的资料对你有帮助 想要了解更多的详情 欢迎扫描二维码 记得记得随时留意媒体 或者是财政部的官方网站 因为资讯可能一直都在变化 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就记得帮我按赞分享 以及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马来西亚男孩 曾彬炎 祝你们一切顺利 平安 我们再见